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立法會選舉情埃落定 建制派變成清一色 迪志遠的一比八十九呢 稍後再講一堆廢話 外國 包括五眼聯盟 包括七大工業作國G7 歐盟相繼發表聲明 說這個選舉剝奪了香港人的民主權利 令到他們不能夠監察制衡政府等等 這些帝國主義的說三道四肯定是引來 中央政府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一定是這樣 中聯辦連發三稿 用答記者文的方式 為這個新選舉制度護航 英美都沒有資格做這個教師 他怎麼說呢 投票率升低之後 北京發表了一個民主白皮書 香港的 香港民主發展白皮書 香港的民主發展的決心 中聯辦發了三稿 英美等少數西方國家 攻擊活黑香港的立合會選舉 他本身也不是民主的優等身 哪有資格當別人民主的教師爺 美國民主的狀況就是千瘡百孔 貧富差距 種族歧視 大選亂象 疫情失控暴露了美式民主的 治理失領 證明英美等民主課堂 他們不是優等身 假借民主干預 破壞沒有資格 就是對香港的民主 說三道死 這個就是 很典型的反應 我們 稱之為 條件反射 當 歐美一說香港有什麼問題 中國有什麼問題 條件反射就說 你很好嗎 你厲害嗎 你夠打老婆 你又說我打老婆 這個很典型的 戰狼式外交的反應 不是在說道理 即是 你根本就不行 你有沒有資格來說我 我覺得這個都相當好笑 但是 究竟這個選舉的結果 選舉的過程 是否真是五光十色呢 是否百花齊放呢 當然 港澳辦的主任夏寶龍講完之後 大家都用這個字 五光十色 然後說百花齊放 實際是不是呢 有些東西是鬼炮尾枕的 是自己踢炮自己的 譬如什麼呢 譬如今天那班立法會 直選的議員 出來見記者 20個議員 准議員出來見記者 那些記者就問到 當中清一色都是建制派 這個 全國僑聯的副主席盧文端說 清一色就是輸了 不停地捉住這件事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很權威 清一色就輸了 在會上 除了田北辰和周浩鼎繼續鬼打鬼來張摔角之外 因為周浩鼎罵田北辰是二五仔劇場派 田北辰就說有些議員手握鐵票 高票當選都仍然想做票王 用扣帽子玩泥張摔角的招數 去罵周浩鼎 周浩鼎說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大家最主要向前看 但對於建制派清一色 當選 的這件事 就不抽筆 這個工聯會 很抽得的 不是不抽得的 出來回應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所有 所有參選的 議員 都是建制的一部分 都是建制的一部分 所有參選的 候選人都是建制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再用過往 這個泛政治化對抗式政治去標籤哪些人是建制哪些人不是建制 要聚焦在經濟民生的議題 在座的議員都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那就是五光十色就是八花齊荒 既然有各個不同的意見 就要在議會裡面聚焦 凝聚聚焦在愛國者治港的前提下 聚焦這些發展 吳秋北騎踢爆了一件事 所有參選議員 參選的議員 的候選人 都是建制派 所有參選人都是建制派 當選的也好 諾拜也好 說自己是非建制 敵志願說自己是一比八十九 全部都是廢話 他就踢爆了這件事 你參選得 都是建制派 我覺得這次 我第一次贊成 吳秋德這個說法 我完全同意 玩這個所謂完善了選舉制度的這個遊戲 的人 都是建制派 無論你用什麼的包裝 說自己是來自什麼 以前是參加民主黨 參加民協 對不起 你們一定是 因為同意了這個選舉制度 同意了這個 又經過篩選又經過審查的選舉制度 你不是建制派是什麼 所以敵志願那些一比八十九的說法 完全是狗屁不通 敵志願在昨天見記者 在新思維的記者會 只有他一個人當選 副主席又落敗 敵志願連保證金也拿不到 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的說法就是 一直都跟中聯辦溝通 現在不止被動跟他們接觸 有機會我會主動聯絡他 然後 他說他現在 做了社福紀議員之後 馬上會開展地區的工作 為2023年區選2025年的立法會選舉做準備 企圖心很大 新思維的新聞稿說我沒有敵人 表明跟中央溝通 用劉曉波的名句 我真的蝕足了劉曉波 他過往 是有中聯辦一直溝通 把香港人的聲音告訴中聯辦 告訴特區政府官員 他讓他聽得明白香港人的看法 他代表香港人嗎 他說對施政有正面作用 現在就不只是被動跟他接觸 我們有機會主動聯絡 希望他聽得明白香港人的心事 好了 接下來 就是 你作為 非建制派你會在立法會提出 這個動議 悼念六四 他這樣說 他向來是滑透到這個程度 一直以前都是這樣 他說六四是民主運動 不認為悼念有壓力 期望中央政府最後一天 給一個正面的評價 記者就問 你會不會提出在立法會提出悼念六四的議案 他說形式有很多方法 即使是不需要收窄到一個這麼小的形式進行 我們有沒有一個更聰明的辦法 比簡單的立法會悼念更有價值有意思 這就是他 最滑透的地方 我覺得不是聰明 是滑透 可以 你說給別人聽 在家裏點著一個電子蠟燭 在廁所桌上悼念也行 我有悼念這是最聰明的方法 也可以 絕對是廢話 然後他就說23條立法是怎樣 政府是擺明居馬要做的 過程裏面要表達到市民的憂慮 我控制不了你的程序 會向特區政府把政府反映香港人 怎麼想怎麼看 就是這樣 政改又怎樣 他說馬上提出重啟政改 要求政府提供這個時間表路線圖 這是我百天的承諾 提出又怎樣 說完又是廢話一堆 所以吳秋北說 所有參選人所有候選人都是建制派 100% 同意 他說他是蝙蝠 是人 是暴雨類 是瘦還是鳥 今天不是 他不是蝙蝠 清清楚了他是建制派的一個部分 好了 另一個 馮檢基 這個好玩 馮檢基跟迪轉一亮 我都認識他很長的時間 所謂認識的意思 都是工作上的關係 他是政治人物 我是新聞工作者 我是訪問他 我跟政治人物 沒有一個好朋友 拍肩膀 我保持他 所有人都是 馮檢基開記者會 那又怎樣 他說 輸了 選舉不成功 他說自己一直在走紮巷 不停都是這樣說 他說這不會改變你路向 會一步一步走下去 這次非建制的選民杯葛選舉 是成功的 用我的說法就是 空前成功 選前分析的市民不投票成為大勢 但想不到那麼厲害 他說不同意這個方向 長遠來說立法會大部分意籍是由建制派佔據 非建制派失去公共資源 他說是不是應該 繼續不參選 是不是應該繼續杯葛呢 政治能量就會給建制派 如今政治能力偏向江譜的一端 或者使社會出現很多問題 如果社會失敗了 基層市民就會首當其衝 要他們承擔政治後果 帶來影響是不公平的 然後問他 你會不會繼續參選 政治上沒有東西是一定的 雖然自己過去提過是最後一屆參選 但是那個是民協內部討論 現在他不是民協 那些事情就不用遵守 他說我當香港是家 看到身邊的家人有問題 馮檢基就不會禁住自己的口 他說在揭發資源底下 又去參加大規模的選舉 難度會越來越大 機會越來越微 但是我不會誓成縁言 參選與否 這個也是很典型的 你說迪志願滑頭 馮檢基更加滑頭 一個贏一個輸 為什麼他要參選 為什麼 他說 湯家驊說 非建制泛民 自暴自棄 你不出來參選 於是你的支持者 就不出來投票 形成了這個局面 於是 他黨所有的人 全軍盡默 馮檢基就說 你不參選就把這個資源 給了這個建制派 基層市民就會受苦 我覺得這是廢話 你出來參選吧 是不是 你會贏嗎 你參選的客觀效果 我不知道主觀是怎樣 不知道什麼人叫你出來做 他客觀效果就是賠跑 令到這個選舉有競爭 他說他不抵得自動當選 建制派所以出來參選 令到這個選舉 貌似有競爭 而令到 好像夏寶龍所說 變成一個五綱十式的選舉 但是 最後是怎樣 客觀效果告訴你 你是不會贏 在直選裏面 非建制派 所謂非建制派 聲稱自己非建制派 全軍盡默 就是說你參選不參選 所有的資源都在人家 歸咎選民為何不會出來選 投票 原因很簡單 因為整個選舉制度 是令到 篩選 令到 其他的 民主派 的人是無法入閘 無法入閘 只是你馮劍姬這一類 這一類人 口頭話指非建制派 實質是建制派 敵戰這一類人才有機會入閘 為什麼 民主派的支持者 會陪你瘋 陪你玩這一場 極度不公平不公義的遊戲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陪你玩 你陪跑 為什麼我會 陪你玩陪跑 我不要去游山換水 我不要去睡覺 補面 一星期 翻足路為工 五日工那麼辛苦 這個 你沒辦法 香港的政治制度 這樣下去的時候 整個選舉是假的選舉 只會爛下去 就由他爛下去 你不能挽回 為什麼要你陪跑 馮劍姬當然 你說下一屆會不會出來 我告訴你 包補他會出來 因為他仍然是有陪跑的價值 就是這個原因 仍然 需要你 加入這個行業 給香港人看 給中央政府看 給國際 有競爭的這個選舉 不過真的很可惜 最後出來的結果 變成清一色 給外國笑 給外國人有個藉口 好像勞民端華齋 給帝國主義 可以說三道四 清一色就是輸 這次真的輸了 其實真的輸了 你們不要沾沾自起 雖然 大家要記住 他們的建制派全面 佔據所有立法會的位 是很危險的 因為政府 提出 任何的撥款 任何的法律 他們都會很輕易通過 沒有任何的制衡和監察 最多是罵兩句 小馬大帽謀 然後我們的公帑 很快就 迅速地流失 最後受苦 確實是市民 但是有什麼辦法 整個制度是設計出來的 這些建制派 覺得要跟政府合作 施政 大家記得 財委會 上屆 陳健波 說我們 幾快通過多少錢 財委會是用來 監察政府 花錢 以通過撥款 的速度 加速通過撥款為榮 分別就是 最後受苦是市民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制度使然 你沒有辦法投票 暫時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 非常支持我 深圳有法律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